是不是可以請李部長 李部長辛苦 基本上 我也表達對這個預算凍結 反對的態度 除了說剛剛委員的意見以外 我認為現行台灣憲政的體制 並沒有付給立法院凍結 預算的這個權利 這個是憲政體制的問題 那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草小也大 凡是動用表決 真理都可以拿來表決 這個是相當荒謬的 不過既然已經動絕了 我想我們委員會應該是會 贊成解凍才對 那我現在請教的是說 部長你高風險的家庭 介入的計畫 我個人是相當肯定 那你可不可以講詳細一點 比如說包括預算的規模 包括大概 可以幫忙 多少的家庭 在怎麼狀況之下你們才會 介入 大概預期會發揮到什麼樣的效果 那這個計畫大概會持續多久 好 謝謝賴委員的肯定 因為就是針對 這個 額孽跟希子自殺 這樣子一個這個現象 那當然他有他產生的背景 也許跟整個經濟的因素 各方面都有關聯 所以我們就是 重點把它擺在 這個風險預防的這個觀念 那原來 是這個 額少法裡面都有這個 通報的機制 在額內事件發生之後再來通報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的做法 是非常被動消極 等事件發生之後 再來處理 往往已經都來不及 一條無辜的生命就這樣子犧牲了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 我們能夠做 針對這個高風險的家庭 那就包括有這種 藥酒飲 或者失業 包括入獄這個服刑 各方面的這些高風險的因素 那我們動員 我們所有包括 村里幹事這個民政系統 我們的社工人員 還有衛政體系 還有警察 還有教育的教師跟保育人員 甚至包括勞政的體系 那針對這些高風險的家庭 去做這個篩檢 那這篩檢是初步 但是近來會有比較專業的這個評估之後 認定是高風險之後 我們委託這個民間團體 那事實上去年也有在做 但是這個規模比較小 去年大概服務2800位 這個孩子 我們今年至少會擴大到 一萬位以上 然後會做關懷 仿視這個輔導 那其實這裡面 剛才講這麼多高風險 其實他們都共同有一個特色 會遭遇到經濟的這種困境 不管說是藥酒飲 或失業入獄 服刑 或者各方面 那都有精神疾病 那都可能會有一時經濟的困境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 應該要拉孩子一把 那當然這個錢是很微少 這叫兒少緊急生活輔助 一個月是三千塊錢 像剛才何委員在關心這個 阿嬤帶兩個孫子 那兩個孫子就會有六千塊 那六千塊其實也是不夠的 但是現在在這個像 這個聯合倩募 或者公益協會 他們也有時候也都會有其他的這個 經費來這個補助 那我們希望說集各種不同的力量加起來 能夠在他這種承受到經濟的壓力 這個掙扎沒有辦法承受這樣壓力的時候 還是有人及時來拉他一把 來挽救這樣子的一個 吸止自殺這樣不幸的這個事件 那這個計畫因為牽涉到地方政府 因為像社工人力的這個不足 我們一個社工人員大概要最少要八九十個個案的服務 但實際上在國外都是三十個個案的這個補助 所以目前地方政府啊 一百八十五位社工人力是嚴重不足 那所以我們經過評估之後啊 我們要增加另外增加三百二十三 等於讓他到達五百多位 那這樣一個人大概服務三十多位的這個個案 大概就是比較能夠深入 剛才何委員講說這個去有去輔導 但是沒有辦法挽回悲劑 而且一個人承受的這個個案太多太多 所以他那個即時的關懷 瞭解他的困境啊 沒有辦法產生出來 但是這一部分 因為社工事實上是地方政府啊 因為我們這個有地方自治 這一部分是屬於他們的這個前線 他們要去補足 但是地方多年以來 社工嚴重不足的現象啊 始終都沒有去解決 而且是全面性都是這樣 那所以我們這一次想到就中央也幫他忙 我們出四成 他出六成 那這個案子經過多次協調 大概應該是會有一個 這樣子最後一個圓滿 那我們希望能夠盡快上路 包括兒少緊急生活輔助啊 兒少緊急生活輔助 希望在這個月啊 就能夠開始 然後那個社工能力的補助 在下個月開始 大概是這樣 這個兒少緊急這個補助齁 規模大概多大 這個是大概他就是以六個月為原則啦 然後到這個最長到一年這樣子 一萬五千 一萬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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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灣一萬五千人 那地方要分擔這個三成的這個 費用這樣子 基本上齁 我想這個 發生困難的家庭啦 那我們當然政府責無旁貸 要給予協助啦 但是我也更期待就是說 我們政府應該去建立一種社會的價值 或是說我們立法院也應該 要有這樣的精神 就是說 基本上我不贊同說 發生事情的人完全沒有責任 政府 政府當然要協助他們 但是政府的角色其實 還是有限 那你如果說把發生事情的責任 完全譴責政府的這個不利齁 我覺得這個是 不見得對事情自有幫助了 我想現在卡農的問題社會上 這個論述就很多嘛 有些人是站在說政府應該負完全的責任 那也有些人主張就是說卡農本身也要負責任 所以我認為政府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些社會價值的建立 應該是很重要的 不要說蒙著頭這樣子 那麼做到 做到老冬 可能部長的高度 或是局長的高度 看看怎麼樣去建立那種社會的價值 給他們一個精神上的支柱 或是精神上的激勵 讓他們就是說可以 這個得到希望 或是說認為他只要撐過去 人家適時拉他一把 那麼他絕對有力量撐過去 我覺得 社會的這種價值的建立啊 我覺得對社會幫助才是最大的 是 我非常認同這個賴委員的講法 所以先前我跟黃集長 我們有去拜訪聖言法師 請他以這個宗教領袖出來講話 他也都有出來講 就是大家永遠不要放棄這個希望 不管說欠多少錢都沒關係 只要能夠活下來就有希望 他都有出來講 但是這樣力量還是不夠 我們會在另外各個宗教的領袖 我們希望去拜訪 他們多出來講話做一個精神上面的導引 基本上我也贊成地方政府應該 要出一部分的經費 否則台灣的社會其實普遍充滿了這種 相怨的這種精神 如果說你地方政府不必負審查的這個責任的話 或是說這個耽誤這個義務的話 可能到最後會 我想會有一些不必要的這個情況會跑出來 我做這樣的補充 請